我們這廟是一百七光年齊好的 光緒也年 清朝就蓋好了 廟比較好 我們現在也是只有我們在做點味道而已 很威風 底邊做的這邊這個麵皮吃起來很Q 很Q彈這樣子 我覺得蠻入口的 差不多30年了吧 不是 年輕的時候有常來 很好吃啊 那很清爽 好 蝦根跟肉根吃起來都還不錯 就還滿紮實的 你覺得給它幾分 滿分是幾分 一百分 然後給一百分吧 真的嗎 客人給足滿分 同伴價格人人都愛 這碗家傳百年的頂邊做 滿滿12種配料 清甜可口又Q彈 從阿公時代開始在基隆廟口 賣了近百年 第三代老闆吳吉祥 讓每位是毫無懸念 老實來說 真的都配料給這麼多 所以這也是我們的特性 這麵手放的就是這個粿子 我們粿子先剪 剪這個肉桿、蝦桿 還有金、鹹、香菇、 還有玻璃菜放在上面 這樣烤起來 一碗就漂亮了 我鎖很快 我一碗10秒而已 金氏世界紀錄 前面做一碗10秒 台灣應該沒有人比較快 全台灣搖頂邊做最快的 這一個男人 可是從小就看著阿公 跟著爸爸做生意 從新碗端菜 到這爐邊隨意的功夫 都失戀了好幾十年 沿著鍋邊 俐落地灑出影白 水 台語說水 其實水就動作 水也說水 才比水 我台語的意思是 米香粉很高 你就是烤這個量要做好 快到萬人都沒關係 但是不要說有一邊倒比較多 一邊倒比較少 那種蚵子 因為蚵子比較平身 比較不會暖暖 這鍋子旁邊要滑油 滑一下 滑油比較不會黏鍋 沒有米的東西黏黏 會去黏鍋 看似簡單的下鍋動作 需要準確筋面質 才能拿捏手進的柔軟度 讓米糊能夠均勻平整地 黏附在鍋邊 達到一面烤米面蒸的效果 用烤的就比較粗 比較粗麵 用蒸的就比較油麵 這個就很油 如果鍋在鍋裡 它就會放起來 很多人都吃過餅邊做 但一定不知道是怎麼做成的 時定來到厚場 發現過程有點療癒 每天把所需要的量用 再來抿磨成純米漿 一稍稍地不停下鍋又起鍋 成型的米糊一層 鋪著一層等待冷卻 外形像個蛋糕 冷卻之後還要剪成小片 才算完成 吳吉祥說平日至少要坐上四大桶 夏天悶熱 站在爐火邊早已滿身大汗 加上手要來回靠近鍋內 實在是讓人吃不消 但是想讓頂邊做Q彈 手工是唯一辦法